好,那上礼拜我们主要讲了语言的深层 那这算是语言处理技术里面一个很关键的部分 那这礼拜我们要回过头来讲一些比较硬的东西 就是属于语言处理技术里面 比较其实是很简单 但是问题是它的程式写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反而是像语言深层这种东西呢 概念其实比较复杂 但是程式写起来很简单 那这礼拜我们要来看的是字元编码 这个概念呢非常非常的简单 但是程式写起来呢往往非常的复杂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好,第一个我们会看的是英文的编码 好,再来是看中文的繁体BIGFI的编码 哦,我没有 来,稍等一下 我忘记开单讲 好,等一下就会有 好,那各位先用听的 好,等一下画面会出来 好,接下来我们会先看英文的编码 英文的编码其实很简单 用byte就可以了 但是呢 中文的编码 那就有点复杂了 那各个月来写程式 你会发现说 编码永远都是个问题 越高阶的语言 编码的问题通常越简单解决 越低阶的语言 编码的问题都越复杂解决 那哪一种语言最低阶呢 当然组合语言啦 机器语言是最低阶的 除此之外 各位觉得哪一个语言是 你所认识的语言里面最低阶的一个呢 就我认识的语言里面 C语言是我所认识的 高阶语言里面最低阶的一个 最高阶的像JavaScript就非常高阶 OK 那怎么分 我说它低阶是指什么意思 简单的 C语言是最低阶 但是我碰过语言最难的一个 OK 很不幸的各位 第一个语言就是学它 所以各位城市往往都学不好 这是问题之一 怎么说 但是 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 应该从C语言开始学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从Python开始学呢 JavaScript开始学 Ruby开始学 为什么要从C开始学 各位学了已经快四年了吧 对不对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你没学过Java OK 那你有没有学过C Sharp C Sharp应该有吧 OK 那如果你有修我的 修我的那个Android的手机程式设计 你应该就学过Java了 所以是因为你没修那门课 我有教 但是是要修Android的手机程式设计才会教 好 那刚好有人没修那门课 所以没学过Java 那是正常 那在我们系上的语言没有统一规定 有些台湾有些学校的科系 他们会把语言做统一的规定 说我这四年这些学生就是学哪一种语言 或两种语言 不要太多 但是呢 在我们系上没有这样的规定 这有坏处也有好处 坏处是很多同学一直在换语言 然后一个语言还没学好 就又要学下一个语言 然后最后呢 每个语言都没学好 OK 中肯 好 那 这是一个缺点 但是呢 我们曾经尝试过 就是在二专的时代 我们学下来是二专的时代 我们曾经尝试过 两年只教一种语言 但是最后呢 同学还是没学好 所以 跟语言的关系 是如何呢 后来我们觉得其实没有影响 你一学期学不会 你五个学期还是学不会 OK 所以这里 我们把主题拉回来 C语言是最难学的语言 我可以跟各位讲 那如果你 你问那种学过 二三十种语言的那种人 你问他 你学过哪一门语言最难学 通常第一个就是C OK C语言里面有非常的诡异 然后他最难学最难学的一个地方是指标 OK 指标非常困难学 函数指标各位有没有用过 OK 那个东西真的非常难学 函数指标其实还不是真的很难 C语言真的难的地方是 他非常的低阶 那为什么难学 你就把它当成组合语言来看 你就会知道多难学 真正最难学最难学的应该是机器语言 但是没有人会去学那种语言 对 再来呢就是组合语言 因为现在实在是 不太有 有 有机会用到 除非 你是打造硬体的那种人 OK 或打造韧体的那种人 那接下来呢就是C语言 越低阶越难学 C非常的低阶 但是我们这门课呢 主要还是会用C 因为我要让大家看到 很低阶的那部分 包含资源编码 也就是今天要看到的这些 资源编码怎么做 好 那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是 多国语言的部分 Unicore BigFive是我们看到的 各位 在台湾的环境 都是用BigFive的 系统比较多 那Windows 我们所惯的繁体中文版Windows 其实 预设它也是用BigFive的方式 但是呢 多国语言的部分 就非Unicore不可了 因为BigFive没有包含 像韩文 日文 简体中文这部分 那我们最后会教各位 怎么做一个简繁体互转的程式 简体转繁体 繁体转简体 OK 那这个程式呢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大概100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直接跳到 稍微看一下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的这些 语言生成 简介之后语言生成 好 那 各式各样的语法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的 我们有生成那种 英文的句词 中文的句词 程式码的运算式 这是我们已经教过的部分 今天要教的是 资源编码 这是非常低阶的部分 我们上礼拜所讲的 语言生成是比较高阶的部分 但写起来程式我相信 就我的角度而言 我会觉得它相对简单 它概念比较复杂 但一旦你概念会了之后 写起程式来其实相对简单 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碰到的是 概念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字给它一个码 就这么简单而已 每一个字你都给它一个码 但是做起来往往非常的复杂 尤其是牵涉到不同的编码系统 相容性的问题 那这个世界很奇怪 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 真正做起来就是很复杂 好 那我们来看 英文的编码系统 是最简单的编码系统 各位应该平时都碰到 这一个编码系统 而且C语言 你一开始所碰到的编码系统 也就是这个 它放在哪里 放在CHAR这一个概念里面 做完 CHAR 那它所有的printf scanf 然后那些puts gets 然后还有putc getc 通通都是建构在这个ASCII code上面 你可想想看 如果把ASCII code拿掉的话 你的电脑所显示出来的东西 你会完全看不懂 因为 比如说 我把ASCII code拿掉 那我只好用0和1来显示给你看 OK 好 那 所以呢 ASCII cod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一直到今天 电脑发展了这么久 ASCII code从 它最早被制定出来 到现在50年左右 好像没什么变过 一直都还是长得非常类似 这个版本 好像是1960几年的版本 OK 好 那这个1960几年的版本 我们来看一下 ASCII code怎么编 它总共有 B1234567 对不对 7个位元 所以它可以编多少个码 7个位元的0与1 2的7次方 对 那就是128个码 所以这就是它128个码的编码表 但是中间为什么有一些是两个字三个字 这些是印不出来的码 所以我们还是得要给它一个名字 那像0 0是什么 Nur 对不对 C元的Nur 我就是从这里来 N-U-L-L 对 Nur 那这些呢 几乎我们很少见过 但是其中第10号我们常见 第10号是什么 L-O-F 换行字元 9-F 就是斜线的N C元里面斜线的N是什么 就是这个字 第10号 那第13号呢 也很常见 叫CR Carriage return Carriage return呢 是回到第一行的意思 OK 所以13和10 因为它是换行字元 一个是回到第一行 一个是往下一行 那所以它是换行字元 叫CRLF 这个是常见 那其他的这种特殊符号 就没有那么常见了 接下来呢 比较常见的 从这边符号开始 惊叹号啊 这些 那最常见的就是 0123456789 再来ABCDEFG 大写跟小写都有分 所以这总共128个字元里面呢 真正看得见的不到100个字元 其他是看不见的 好 那看得见的 这不到100个字元 就足够用来表达英文 英文的字母很少 英文到底有几个字啊 26好 那英文有26个字 所以大写和小写 不同 那应该要有至少52个码 对不对 好 那再加上0123456789 这是必须的 所以至少要有62个码 才足够表示 但是总要有空白吧 63个 好 那接下来一些标点符号 OK 所以 你键盘上面 总共有几个键 一般的标准键盘 101个键 OK 那这101个键呢 有些是特殊用途的 在中间的核心区呢 中间的核心区 其实大概 就是这些字母 数字 加上 这些符号而已 好 各位知道 我们现在的键盘 其实 历史比 ASCKEY CODE还要久 对 小的吗 我们现在的键盘的编排方法 其实它的历史比ASCKEY CODE还要久 那 那 在 有ASCKEY CODE之前 就有键盘 这些键盘是做什么用 好 这些键盘 用在一个东西叫打字机上面 各位 有看过打字机吗 有 我们再喝一台 你再喝一台 OK 很好 对对对 那种打字机你知道吗 它是机械性的 它不用电 对不对 对 OK 那只要有墨弄上去 就可以打字了 对 对 所以它不用电 那但是从前呢 各位知道吗 其实打字机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我说的不是它的技术很高阶 而是 它的技术非常的低阶 最后它创造出来的 东西呢 让大家都有工作做 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 现在大家都失业了 对不对 那打字机 创造出来什么东西 让大家都有工作做 在我小的时候 然后会打字是一个算是很有价值的技能 非常有价值哦 为什么因为你市场上大家都会聘一种职务 那个职务叫做秘书 OK 秘书 第一个你进去要担任秘书 你一定要先通过他们的打字 打字的测试 知道确定你会打字 你才可以去当秘书 而且秘书那时候的 秘书大部分都是女生 OK 现在秘书这个行业 其实已经 不多了 各位还常常有看到谁有秘书吗 有啦 总统府的什么主任秘书 对不对 OK 我们学校也还有个秘书 对不对 秘书室 OK 但是呢 真正职务在我们学校是秘书的 其实就很少了 主任秘书其实不是个秘书 那他也不会打字 不是不会打字 他不需要在工作上打字 那 真正 有 有专职的秘书就只有 只有 那个崔姐 他是真正的秘书 其他的 其实都不是秘书 那 在那个年代呢 技术很弱伍 但是 因为某些东西 他创造出来的工作却很多 打字是其中一个 那 你那个年代只要会打字 不愁找不到工作 现在是你会用电脑也找不到工作 对不对 那 但是那个年代的机械很落伍 可是 他创造出来的工作 其实很有意思就是 你现在即使你会打字 你不 不一定会打当时的 打字机 为什么 打字机有一个特性 就是你不能打错 对不对 你打错了 然后常常看到秘书在失职 对不对 打错了失职 打错了失职 所以整篇打 从头打到尾 不能够有一个错字 那这就有点难度了 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会觉得有点困难 但是他 他是一个键一个字 如果是英打的打字机 是一个键一个字 那后来有设计出 中打的打字机 OK 那一个键一个字的 英打的打字机 所以他 他可以用成机械性的 那各位 现在所用的键盘 就是从打字机 那时候 原封不动把键盘的位置 搬过来 所使用 但是这种键盘呢 一直有人觉得 他其实是一种 比较烂的键盘 为什么 你去想想看 你的键盘 为什么他的键盘成这样 你稍微看一下 你的键盘 你会 有没有办法发现 他有什么顺序或规则 我稍微看一下 我的键盘 最上面一排是 QWERTY UIOP ASD 第二排是 ASDFGHJKL 第三排是 ZS CV BNM 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好了 那个 维基百科 好 这种键盘叫什么呢 叫QWERTY键盘 QWERTY 为什么叫QWERTY呢 有没有人晓得 为什么他叫QWERTY QWERTY键盘 对对对对 他叫QWERTY键盘 因为他的第一排 开始念就是QWERTY QWERTY 所以他叫QWERTY键盘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键盘 QWERTY键盘 这不就是效用的键盘吗 OK 但是呢 这是QWERTY键盘的排列 那不就是我们效用的键盘吗 一模一样啊 有没有 其实当初应该没有F1 F2这些啦 我知道 但是 这些应该是没有变 OK 这个主要的这部分 其实都没什么变 那这是QWERTY键盘 那 这个QWERTY键盘呢 OK QWERTY 你有看出任何顺序性吗 那 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啊 这样打字 真的比较快啊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打字会比较快 我如果从ABCD一直排下来 会比较慢吗 好像会比较慢 真的耶 你可以回去试试看哦 那 来 我们稍微看一下哦 QWERTY键盘安排次序的原则是什么意思 它安排次序的原则是减少打字机在打字时联动感之间挤压故障发生率的状况 它不是为了快 它是因为当时是机械性的 每一个钮都一定要有一根侦测感 那根侦测感如果 如果你把它在下面 其实它下面会变得很复杂 就像钢琴 钢琴只是一整排而已 那比较简单 但是呢 键盘是交错的 它下面的那个 备按的那个杆子会变得很复杂 为了要减少这个杆子互相时间打结 所以才设计出这样的顺序 这样了解吧 那其他种类的键盘像那个奥古斯特德沃夏克 就是觉得既然已经不需要联动感了 那为什么还要照颇提线盘的顺序呢 但是最后 它还是失败 没有办法量产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从打字机的时代一直留到现在 还在你的键盘上使用 虽然现在已经换了 但是大家已经都习惯 括体键盘的打字方式了 谁要改 你任何的改动 对既有的使用者而言都是一种伤害 所以这有遗传的 有时候一些技术不是因为它好 而是因为它的历史典故 你会发现它是有原因的 OK 括体键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1874年就有括体键盘 1874年 150年前了 快150年前了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 那 那个年代 办公室自动化的效率很差 但是 相对的 它也因此而创造出了一大堆就业机会 那当你效率越好之后呢 就业机会就越少 最近的一个趋势是 从前呢 因为机械化 像比如说 从前你在种田的时候 很累 我家有一小块田 非常累 种田 拔草 但是呢 现在种田其实不是很累 为什么 很热对 但是 但是 现在种田其实都机械化的 农耕机 然后呢 各位有看过 那个农耕机在种田的状况吗 翻土之后 它自动把种子给弄下去了 所以 那部分已经变得 有效率哦 像 我们的 我们这边种田的人 是越来越少 但是比例上来讲 其实也不算太少 而像美国 它们种田的比例 只有百分之二而已 一百个里面 只有两个农夫 但是呢 它们生产出来的粮食 整个美国吃不完 一直外销 而且你不买呢 它还会用贸易制裁 手段报复你 对 所以 你会看到 有很多很多 就是说 这种技术 创造了就业机会 但是它是落伍的技术 但是一旦你东西先进了之后 你会发现说 OK 这感觉是很美好的事情 但是就业机会不见了 所以 之前是不断的把 劳力性的工作 变自动化 像什么样的劳力性工作 譬如 你要去搬石头 对不对 你要去 做 做 怎么讲 生产线的部分 插件啊 什么之类的 那 很多时候 那种 就是 当你没有自动化的时候 从前呢 在工业革命之前 要做一匹步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要做一匹步 所以那时候的步很贵 现在呢 我们都可以买到一件 一百块的衣服 我身上穿的 大概都是一百块 两百块的衣服 变得非常非常便宜 为什么 因为 步不是人在织的 是机器在织的 那 棉花弄进去之后呢 到生产线的镜头布就出来 但是呢 当机器 越来越 进步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OK 那那些劳力性的工作 就越来越少 后来生产线呢 越来越自动化 像最近 鸿海 它不是碰到 大陆的 他们的那个 薪资 在这两年 鸿海把它提高了两倍以上 从九百块人民币 变成两千多块人民币 而且还一直在提升 最近 郭董说 要提升到四千多块人民币 那四千多块人民币就相当于台币多少钱 大概两万 也就是我们现在领的22k跟他们是一样 所以那个价码其实是已经变得不低了 所以大陆的人力成本现在已经变得不低了 所以很多人移到东南亚去 但是东南亚最近也在不断的涨 那 不过他们还比我们稍微低一些 所以 所以这些工作暂时呢 可能还移不回来 但是 或许它不会移回来了 因为就算移回来 可以自动化的部分 大部分都自动化掉 那现在反而是有一些工作 不能够说它是完全劳力的 也不能够说它是 就是完全技术性的 但是那些工作是没有办法自动化的 反而那些工作不错 各位未来或许会碰到 哪些工作 在金门的话 其实我跟各位讲 有一个工作 薪水极高 而且不会太难 没有什么人做 全金门只有一家 不是 不是那种 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当老板 挖海的吗 挖海的 挖海额 挖海额哦 挖海额赚不了什么钱 那个 我告诉你哦 挖海额那个 真的很辛苦 然后呢 你看人家在怕儿 你就知道 哦 怕了很久才一小 一小点点而已 所以它卖你一百多块 其实 不是很赚的 OK 对啊 对啊 哦 那 真正 现在赚钱的行业是什么 你们可能都不会去想到 那 我要告诉各位 一件事哦 我们这一行 其实不是很好混的 我们这一行做电脑 其实不是很好混的 那也不是很好赚的 我看到有很多人哦 能力很不错 在我们这一行 然后呢 做了很久 薪水很低 而且随时都有失业的威胁 但是呢 有些行呢 诶 不需要这么高的 你不需要念那么久的书 也不需要 每天都没日没夜的在做 但是他薪水却很高 清洁工哦 清洁工目前还没 那当然那个 如果是 如果是那个收垃圾车的那个清洁工哦 那他是 等于是固定的薪水 而且他是公务员嘛 那种好一点 但是那种也是你 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去换来 那但是有一些行 各位可能 不会去想哦 说什么样的行业 各位现在都面临到 未来出去都是22K的问题嘛 对不对 那 诶 有没有人不知道22K啊 各位未来出去大概 大概本来从26K下 被打成22K了啦 那所以未来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电脑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从事电脑行业的人哦 出去大概 以几个我知道的学生而言 出去大概是30K 算是蛮不错的 30K就算蛮不错 就是3万 OK一个月 但是我们这一行真的 不好 不好做 因为你如果 你如果 怎么讲程式能力不够好 或者是 专业能力不够好 很快就被刷掉了 而且一旦你到了40岁 45岁 最多让你最大50岁 然后呢 你的薪水或许到了10万 然后呢 如果你还是存走技术 但是你的技术又没有 又不是完全不可取代的 那新的人进来 他22岁 他只要22K 你要100K 这时候老板会请谁 就很清楚了 所以这一行其实竞争很激烈 我告诉各位 我不是在鼓励各位转行 但是如果可以认清 自己适不适合这一行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 好 那在今晚我观察呢 什么样的行业 其实是最好 第一个我 我在大概六七年前 五六年前观察到的一个行业 就是 找井 知道这个行业吗 挖井啊 挖井 打井 就是把井挖出来那个行业吗 挖个洞 让它有水冒出来嘛 就这样啊 就这个行业啊 那 各位知道 挖井的行业在金门 只有一家在做 一家 全金门只有一家 你不找他就没了 各位可以去查到啦 电话簿里面你都可以看到 我不说名字了 只有这一家 那 各位知道挖井要学多久 不用学多久 要学多久 我告诉各位 像那个台北市啊 台湾都有找井工会啊 有台湾的找井工会 台北市的找井工会 其实台北市已经不太需要找井了 这种找井工会 它现在其实 都还有在开班 训练 我们这边各位念大学呢 你从一年级念到四年级 你搞不好还继续念个研究所 从四年到六年不等 对吧 你去学找井呢 去那个工会给他报名 六个月 你就可以去考照 考出来你就 具有正式的找井师的资格 一台找井机 大概一百多万 OK 对很多人来讲 其实不是困难 OK 你花六个月去学 然后呢 努力的学 卖力的学 一定要考过 然后呢 买台找井机 回来 你就可以开业 一口井 在金门的价码 十几万 金门 不需要那么多井吗 这样子 好自来甩 你知道吗 金门大部分的人 都会找一口井 为什么 住金城的不会找 因为没地可以找 对 只要是旁边有田的 他就会找井 而且 他不会等到 他房子盖好了才找井 因为在还没盖房子之前 他就会先找井 为什么 对啊 因为 因为 第一个 不只是因为要种田 而是因为 如果你不找井 那 你要盖房子 水从哪里来 就是个问题 那你就要申请 自来水 但是 自来水的管线 要迁到那个田里 通常 往往都会比较远 那还有几个问题 就是 当你要盖房子的时候 你的自来水的费用 是以 施工的 自来水费用去算 是一般自来水费用的两倍 所以建商通常 一开始就叫你先找井 所以你要盖房子 得先找井 有多少房子 要盖 就有多少口井 那这些井 找完之后 当然 之后还是有用 后面用灌溉 后面可能需要灌溉 你用 用井水 总比用自来水划算多了 所以 一口井 十几万 其中呢 你大概成本 你的找井成本 加上你要 行政费用 那些东西 加一加 大概 五六万六七万 剩下的呢 就是你的 大概还可以赚个 五六万六七万 一口井 找 找下来 你可以赚五六万六七万 问题是你要花多久 去找一口井了 两小时 没那么快 有些顺利的话 你一个下午可以找好 不顺利的话 两三天可以找好 那 赚最慢三天好了 三天 你可以赚六万 一年 有多少个三天 一百个三天 你可以赚六百万 Case多不多 你去看 找井的那家生意怎么样 你就知道了 上次他来给我找井的时候 是开着进口车 知道吗 开着进口车 穿着西装 来给你找井 所以呢 什么样是好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未来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有一些这种东西 你们这一代的人 不想去做 但是 我要告诉你 你们不想去做的那些东西 里面有好东西 有很多好东西 会不会去看 而已哦 那你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卷起袖子来做 那不要迷信 什么高科技之类的 电脑是最高科技的 但是 电脑能不能赚到钱 这是一个 大家都在问的问题 有人赚到很多钱 像苹果 但是大部分都没有赚到多少钱 那另外一个 你最明显的 你去看 现在是做水电转 还是做电脑转 你会发现 往往你如果是去学水电的 你出来你就可以开业 OK 那你就可以 可以自力更生 你也不怕被裁员 因为你是自己营业 OK 当然 如果你人员太差 你也是接不到生意 OK 但是 如果你水电技术还不错 那你要存活实在是 一点都不难的事情 OK 但是呢 反过来啦 有那么多做电脑 卖电脑零件啊 做卖电脑的啊 维修的 在金门现在大概都被参坤打倒了 对 那就算活着的也活得不太好 真正能赚到钱吗 电脑坏了你会怎么办 你会想去修它吗 当然啦 看坏在哪 如果你自己修不了呢 看能不能坏零件啊 看能不能坏零件拿回去 看它有没有 有没有办法修 没有的话呢 对啊 那一台电脑像我家的那一台好了 我自己买的 八千八 算是算是算是那时候我看到最便宜的就买 很好用啊 八千八的电脑 超好用的 对 八千八一点都不低接啊 但是八千八如果坏掉了 这个 过保固了我大概不会去修了 大概用多久 啊 用多久喔 其实一台电脑通常可以用个三四零嘛 如果你不要太挑的话 那 但是 如果你是 电脑维修店 你赚得到钱吗 八千八 还帮你维修 然后呢 我的价钱 跟你收个一千 你都会觉得非常贵 对 结果还是换主机板 那 真的赚不到钱 所以 顶边错就这样开 开起 顶边错 对 对 喔 真的耶 哈哈 顶边错的楼上开电脑 喔 了解了解 对 对 对 我去修复 我啊 是啊 哈哈 好 一定不好赚的啦 可以跟你讲 那种 店会开在楼上的 都是为了省成本 应该是先开电脑店 撞不了钱 看得不错 哈哈 哦 原来如此 因为 电脑店撞不了钱 所以改开顶边错 卖小吃就对 对啊 很正常啦 其实 开电脑店 目前 是这样的 哈哈 所以各位其实 非常不建议各位说 我毕业之后去开个电脑店 喔 那个东西真的很难赚 你会赔钱 那 而且你最好开在楼上 那个楼下的店面太有价值了 黄金店面 你不能拿来开电脑维修店 好 那剩下的生意就被 参坤抢光了 你也没有机会开啊 所以想一想喔 各位来做什么 这倒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哎呦 诶 奇怪 我的时钟不对 现在是几分 2点25分 我这里显示6点25分 好 那 OK 2点26分 那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堂课再来看 好 休息到2点30吧